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元大银行副董事长周晓玲 市议员南敏黄服务处主任蓝士昌 中正区港通里长林振宏等人一起揭幕下 为在一一路上由元大银行和市政府合作认养 崭新的信武路公车后车亭正式启用 这也是全市第二座公司协力认养的后车亭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 感谢当地中正区港通里长林振宏 和市议员南敏黄提出结合智慧型公车站牌 在这里设置公车后车亭的建议 更感谢元大银行的合作 任养设计这个崭新的公车后车亭 融入城市美学 方便在这里搭乘公车的市民好朋友 邱佩玲也预告 接下来还有新宇航空 台序以及烟酒公司 会加入任养公车后车亭的合作计划 未来我们还有新宇航空 还有台序还有烟酒公司 那我觉得很感激元大 我觉得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坐起来真的非常舒服 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在等车的人 他们心中的焦虑 或是下大雨刮大风的时候 它的不舒服感 但坐这里的位置的舒适度 我相信元大有经过调整 很棒 第二个是我觉得要看一下 后面的立体化 可不可以让我介绍一下这个花 这个花是用立体的设计 应该是 这个晚上会有光会出现 那我觉得对基隆来说 基隆的城市美学 它只要多一点亮度 多一点彩度 基隆就多了很多的色彩 这也是谢市长的心愿 当然很谢谢里长 跟议员们的争取 也谢谢我们公司的帮忙 希望将来有更多这样的 后车亭出现 让来基隆的人感受都很棒 谢谢 元大银行也非常感谢 基隆市政府给元大银行 这个机会 任养设置一个漂亮美观 又温暖的公车后车亭 我想元大银行非常感谢 基隆市府跟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为基隆市民 提供一个漂亮美观 又温暖的后车亭 那未来我想我们会跟 基隆市府这边紧密的合作 那再次代表元大金控 元大银行元大证券 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 给我们协助的这个里长 还有议员还有市府团队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为活力基隆 敬奋心理 谢谢大家 谢谢 这座崭新的公车后车亭 除了融入元大银行的特色之外 晚上也会亮灯 让整座公车后车亭 更加显眼明亮 也增加等候公车民众的安全和安心 另外副市长邱佩玲 也非常感谢中家 基隆有线电视公司和市政府合作 提出比赛征选出来的三幅 包括色彩屋 和平岛以及市区邮轮等 基隆观光摄影优秀作品 放置在这座崭新的公车后车亭里面 展现基隆的特色 也行销基隆的观光 这个是我们上次基隆有线电视 在地办的得奖作品 摄影比赛 我们取其中的三张图 那这三张图其实还有经过 色素那个细数的挑选 非常用心 包括颜色的配色 都足以代表基隆的 最有名的海景 山景 山景也不对 海景 对 山市真正 它是基隆的特色 那这些图案也是经过市长挑选的 希望把基隆的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 也谢谢基隆有线电视 最好的观光摄影优 真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